因為心臟不斷的在心活過程當中 周遭的構造其實跟它比較容易產生摩擦 所以這個株心一般拿到的時候 那個表面都有非常光亮、光滑的感覺 這個其實就是解體組織所賦予的 所以這地方肌肉的表面可能會出現解體組織 然後這個比較新鮮一點點 因為可以看得出來那個光滑的感覺 這是解體組織所賦予的 然後這是血管最外面的解體組織 有沒有,靜脈 血管就是主動脈外面的解體組織 然後接下來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喔喔,好,好吃 這個 朱鑫水煮甜甜加SX罐 然後就是橫隔 然後所以那個橫隔的部分的話 那麼以前有提到橫隔在自然的條件之下 它放鬆很難往上頂上去 你去看,整個橫隔當中其實大部分都是薄膜 這個就是解體組織 小腸的外面也有類似像這樣的架構 那叫腸細膜 這種膜其實它都是解體組織所構成的 所以橫隔哪裡有肌肉 橫隔只有圍繞在我們身體周邊這個附近的肌肉 另外一個就是在食道 這附近是食道通過的地方 這邊有肌肉 所以你說要讓橫隔相關的肌肉放鬆的當下 橫隔可以往上鋪上去,有難度 所以橫隔嚴格來講 一般情況下它是有兩個狀態 就是周邊的肌肉收縮的時候 把這個膜給拉緊 然後呢,周邊的肌肉如果放鬆 那這個膜就有點鬆鬆的 就只有這兩個狀態 如果你真的要凸顯出橫隔什麼時候 真的有比較往上硬上去的感覺 那個不是靠橫隔自己本身 那是要靠誰 那是要靠你的腹肌收縮 腹肌收縮的時候 你的腹腔的內臟被擠壓 對不對 所以腹肌收縮的時候 那個什麼胃腸這些 然後受到擠壓 它就把那個往上頂 橫隔往上頂 只有這個時候才可以去討論往上頂的問題 好,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也是結締組織 所以你看結締組織基本上 它出現的地方其實 比例真的還蠻高的 就體重來講的話 其實它占的比例還蠻明顯的 好,所以接下來問題是認結締組織的 好,皮膜解決好 就是結締組織當中在顯微鏡底下 可能可以看到什麼 比如說這種結締組織 它就需要彈性跟拉扯的力量 然後所以有兩種材料 適合用在這個地方 這種細細的這個線條 這是彈性纖維 彈性纖維比較細 那它比較有一點雜亂 這根部分比較有規則 這個是韌帶的 然後韌帶一大根平形狀排列的彈性纖維 所以當你的關節在活動的時候 這個地方韌帶受到緊繃 它就變得比較遲 所以現在是鬆的狀態 所以韌帶用了非常豐富的彈性纖維 那剛剛這個圖比較粗的 用這張圖也可以看 它的背景當中有一些 顏色沒有那麼深 可是感覺它的直徑還蠻寬的 那這種其實就是那個膠原纖維 膠原蛋白聽過嗎 對不對 那膠原蛋白一般來說 比較適合需要那種彈性 比如說像軟骨等等 然後或者是在那個皮下組織這個地方 要賦予那個這種捏起來 裡面有個多一端的感覺 那這種就適合用那個膠原蛋白 那如果你是需要那個拉扯力量 就是彈性纖維 那這樣彈性纖維的話 其實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如果你現在把它拉扯斷了 它就會像橡皮筋一樣 那扯斷之後 你就算把橡皮筋重新打結 它總不會是原來的樣子 所以這種東西斷了就是斷了 所以如果像剛剛那個韌帶的話 你斷的比例越高 將來那個復原的可能性就越低 雖然某種角度看起來 那個斷掉那個地方 有重新把它填補填好了 但是它填上去的那個材料 事實上沒有辦法應付 原來那個彈性纖維的拉扯那個力道 所以韌帶的嚴重受傷 像一般來說大概不會 比較嚴重的情況之下 不會復原到原來的那個 那個張力的狀態 然後接下來 軟骨的部分的話 你看那個講義上那個圖 會比較好一點 八十八頁 左上角那個圖 軟骨的話 因為這張就是 那個學校的切片 那個拍出來的 大概只能隱約想像一下 就是通常呢 軟骨細胞喜歡兩個到四個 那兩群之間呢 兩群之間會留下比較明顯的空隙 所以你從這個區域來看 它會有一個很明顯的特質 這個地方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有染出來的都是細胞核 所以你以範圍這麼大來看的話 你看細胞核感覺有一點淋散 軟骨也是一樣 對不對 有細胞的地方跟沒有細胞的地方 這個比例好像落差會比較懸殊 因為結地組織的特性就是 講一個詞 一般會出現在細胞外的物質 包括像剛剛的膠原纖維 或彈性纖維 那種會出現在細胞外的東西 我們統稱叫做細胞肩脂 細胞肩的物質 那結地組織的特性就是 它的細胞肩脂很豐富 只是說不同部位的結地組織 它的細胞肩脂是不一樣的 所以像這個地方 像這個地方 因為它軟骨 所以我們通常把這個 軟骨所在的細胞肩脂 就把它叫軟骨質 那其實這些軟骨質 就是負含了膠質的成分 所以那個軟骨熬久了 基本上這些蛋白質就可能會溶出 所以膠原蛋白 最有膠原蛋白從這種地方可以去 這是軟骨細胞 你看看 軟骨細胞在特定的部位 它在發育上面 是可以轉成硬骨的 所以轉成硬骨之後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這個特徵 就是細胞在這個空間裡面 佔的比例其實比較低 那個細胞肩脂佔的比例比較高 那這是硬骨 這是硬骨 硬骨的話 你要先想一個東西 硬骨通常我們去做橫切的時候 它中間是骨髓 那骨髓裡面是軟組織 比如說血管 比如說沉浸 所以硬骨的支撐 其實主要來自於周圍的堆積 因為整根骨頭是死心的 那我們體重會很重 你運動的能力其實會受到影響 像鳥類就吸收的比較特別 你看鳥的骨頭薄薄的而已 那所以這個地方是看哪裡 這是靠看那個邊緣的地方 看那個邊緣堆積很致密的地方 那它那個堆呢 這個地方是軟組織 這叫中央管 那中央管這個地方呢 會有一些微血管 或者是神經通過 然後主要是微血管這個部分 那它每次在堆積那個硬骨質的時候 那是有點像黏乳一樣 再慢慢堆出去 所以有沒有看到那個 同心原狀的層次堆積 你們那個圖應該會更精彩一點點 比較清晰 而且可以看到那個什麼 這也是硬骨細胞 那硬骨細胞它的表面細胞膜 會有一些突擊物 然後它會分泌一些那種礦物質 像磷酸鈣、碳酸鈣 然後形成這個堆積 這個不知道能不能算結晶 但是它就是一個堆積物 那所以堆出去之後呢 它就會有那個 每一個單位 然後就裡面是一堆同心物 然後你現在看到的 展出深色點的這些 全部都是細胞的 不過這個不典型 這個才是典型的 真正的硬骨細胞長這個樣子 所以一樣它會有比較豐富的細胞兼質 不過它的細胞兼質呢 因為它要的是那個比較強的支撐力 所以它以礦物質的堆積為主 那跟前面那個軟骨的話 是以那個膠原子 就是那個蛋白質膠質為主 就比較不一樣 所以軟骨可以比較Q一點 彈性好一點 然後那個表面光滑一點 然後可以減少摩擦 硬骨就不行 好 那硬骨呢 像這種礦物質的堆積 如果是在碰到我們身體的 鈣離子的 的衡定出問題的時候 這些地方 有時候是會被溶解出來的 但是這個 從這張圖裡面 就可以凸顯出一件事情 哪怕是這麼堅硬的 這個細胞兼質 都還是可以分散這些 硬骨細胞 表示我們的硬骨 仍然是活的組織 然後 可是因為 那個細胞跟那個中央管 所佔的那個比例 事實上相對是比較低 所以將來假設 動物死掉之後 你說這些細胞的部分分解 那個中央管裡面的 這些組織分解量 那事實上大部分 都還是這些礦物質的堆積 所以為什麼那個 骨頭 骨格比較容易形成 硬骨比較容易形成化石 因為它本來條件的話 就比較好一點 好 所以 其他的像這種鞋液組織 也是 好 另外一個就是 血液的部分 那個骨頭 上次晃過的嗎 晃過的 然後另外就是留意一下 上次講到那個 皮下脂肪 皮下脂肪也是解締組織 血液也是解締組織 血液不是可以很突顯這件事情 那我們在講血液的時候 把它分成兩個部分來看 對不對 血球 細胞 對不對 血漿 對不對 完全有那個 解締組織的樣子 因為血球是 部分只佔45% 而且血漿的部分佔55% 你看 非細胞的部分 達於細胞的部分 有沒有 所以它也是細胞兼脂很豐富 有沒有 那我們不是純粹只是用這個觀點來定義解締組織 但是解締組織的基本特性就是這樣 可是它變化程度其實很大 所以血液是解締組織留意一下 脂肪細胞也是解締組織 另外就是內臟表面 內身保護層 然後像小腸有那個腸細膜 固定小腸用的 橫膈膜等等這些 通通都是 包括腦的表面有一些腦的膜 把腦給保護起來 這些 你要聽到膜 稍微小心一下 因為它不是皮膜 就是解締 那我上次有提到 你要去認皮膜 有一個大原則的特性 如果它是在這個構造內的 裡面的表面 像血管的內表面 應該是皮膜 如果它是在這個構造的外表面 你要考慮一下 它很有可能是解締組織 這樣拆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 所以接下來就是肌肉組織了 那肌肉組織先看顯微鏡 然後我們再塗那個圖 肌肉的部分的話呢 這是平滑肌 它的特性是 你稍微去抓一下輪廓 這張已經算是一般切片當中 品質還算不錯的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看得出來 那在細胞核這個地方 相對是比較厚 然後往兩邊呢 是越來越尖 越來越細 然後它是用錯開的方式去疊的 你看 那只是疊的時候呢 如果說今天 假設這是取自於消化道的話 那 這些平滑肌細胞 它的堆的方向有兩個 就是假設這是管子的話 一個方向呢 就是順著管子的方向堆 就好像握拳頭一樣 順著它的方向堆積 那這個是屬於那個環狀排列 那另外一個方向呢 就是管子是在這個方向 可是我細胞是排這個方向 那這叫縱向排列 因為小腸不是會有那個蠕動 消化系統的運動特性嘛 所以你看喔 它要蠕動的時候 蠕動的時候是這樣子 就是管子縮短 可是直徑是變寬 所以如果它蠕動的時候 當它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這附近的平滑肌正在做什麼事情 這附近的平滑肌 是這個方向 跟那個管子平行這個方向的肌肉 正在收縮 所以它縮短 可是直徑是變寬 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管子呢 它縮起來呢 蠕動嘛 所以如果它縮起來 推動食物前進的時候 這樣一縮 它其實是這個方向的排列的平滑肌正在收縮 所以平滑肌如果是像這種 那個消化道附近的話 可以分成環動排列跟縱向排列 所以還記不記得那個以前 我們講那個奔門優門跟鋼門 平滑肌 不是把它叫做擴約肌 擴約肌其實就是 比較發達的環狀排列的肌肉 這是顯微鏡底下可以看到的樣子 細胞的輪廓都找得到 每一個細胞裡面有細胞核 然後呢 跟這個來比 最大的差別是 它沒有那個明暗的 三相間的條紋 那這是骨骼肌 這是重切的方向 就順著肌肉的長腫的方向去切的 那切出來之後呢 這是骨骼肌 可以明顯看得到 它有很多平形狀的這個線條 我們稱為叫肌纖維 因為骨骼肌不太適合用肌細胞這個字眼 因為每一條纖維它的格局 比一個細胞還要大 但是我們在這條纖維上 又找不出哪一個地方剛剛好 就是骨細胞 這是兩難的部分 所以一般我們在定義骨骼肌的時候呢 都是用肌纖維這個詞 可以散開那個肌細胞 再來 細胞這個概念 對它來講 不是挺重要的 因為你看到這些平形狀當中呢 它會 零散的出現細胞核 那一般我們找細胞 你看平滑器就有形狀 一般我們找細胞的時候 是先找到細胞核 然後再從這個細胞核旁邊去找那個細胞膜的界線 那如果你從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這些肌纖維你找這個細胞核 那旁邊呢 它就是緊貼了纖維的隔壁 結果呢你說 大概畫一下這個附近可能是一個細胞 怎麼這個地方還有一顆細胞 所以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多核 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大膽的推測 它其實可能已經把小細胞接起來 變成是長條狀 長纖維狀 所以一條肌纖維可能當初 是用了好多的細胞去串起來的 那這樣串起來有一個好處 因為骨骼其實一般來講 它要帶動的這個骨骼的距離有點遠 所以長一點的纖維有一個好處 就可以減少那個接的次數 也許是這個樣子 那再來呢 它把那個細胞核通通都擠到旁邊去 所以在整個肌纖維的內部呢 全部都是那些顆粒 用來帶動那個肌纖維縮短的那些蛋白質 可以比較均勻的分布 那所以那個細胞核還留下橫跡 那細胞核找的找不到的 所以骨骼肌一般直接稱為肌纖維 那看心臟的時候呢 也會看得到這是橫切 所以這個輪廓就是一個肌纖維的橫切輪廓 然後細胞核就擠在纖維之間 那如果是心肌的話呢 心肌也可以看到橫維 可是心肌的纖維可以明顯看得到 第一個比較短 因為那個纖維看得到有間隔的存在 所以大約在這個附近 有沒有這邊左邊看得到的 或右邊可能沒有切到 那細胞核在這邊 所以這附近應該是一個細胞 這附近是另外一個細胞 上面這邊大概也都還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心肌的話 你要找到一個細胞比較容易一點 就是它是存在的 但是骨骼肌的話呢 骨骼肌就比較難一點 好 然後另外 如果兩個都有橫穩 到底怎麼認呢 除了心肌相對來講 它的細胞的輪廓會比較明顯之外呢 它那個纖維是有分叉的 像這個地方就是分叉出去的 那骨骼肌一般來說的話呢 短距離之內 你找不到那個分叉的現象 所以幾乎都是平行線 它這邊呢 線條是會分叉出去的 這樣OK嗎 那所以心肌跟平滑肌都有橫穩 所以我們身上呢 配合不同的這個構造 基本上呢 總共會用到三種肌肉 那這三種肌肉的用途 先看那個顯微鏡下的特徵 如果是骨骼肌的話 剛剛提到的 就是一堆平形狀的肌纖維 然後 細胞核會放在纖維之間 然後它還有 肌纖維裡面的蛋白質呢 因為它排列的關係 所以產生了明暗相間的條紋 所以肌纖維在收縮的時候 這些明暗相間條紋的長度會發生改變 OK 這是骨骼肌的特性 那類似的呢 就是心肌 心肌的話 它的纖維會有分叉的現象 所以比如說這邊呢 有一個心肌細胞 然後 一切但是 然後 一切就是 人民暗相間的條紋 和音膜 一切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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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著 一切就是 到處 好,然後拼碗機就比較好畫了 俗稱的內臟肌,可是其實心肌也是內臟,所以直接把平花肌叫內臟肌這個也是有一點怪,但有人這樣子稱呼它 那它就是被形容為叫做縮型或反垂腫 那些比撃,比撃,雞,雞,雞 刀,雞,雞 餃子,雞 雞,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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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顯微鏡下可觀察的特徵是 骨骼肌跟心肌都有航文 然後心肌有航文 然後這個就沒有 這個特徵,肌纖維,肌纖維就直接寫了 所以它的特徵就是有明顯平行的肌纖維 就不要用肌細胞這個詞了 然後而且它有多核的特性 因為已經找不出那個原本的一個一個細胞在哪裡了 好,這是比較看得到的特徵 然後看不到的特徵,你要是看它運作的部分是 骨骼肌呢,基本上主要是配合大腦活動 所以它是隨意肌 所以以前在講神經系統有提到 你知道它隨意這兩個字也要聯想到那個大腦 然後所以心肌跟平滑肌,這兩個都是不隨意肌 講義上有一個地方麻煩更更一下 隨意肌跟不隨意肌那個地方 第一個欄位跟最後一個欄位,那是有錯的 好,所以這個是,它是動氣,肌肉是動氣 然後所以它是被指揮的 神經跟內分泌系統可以去影響肌肉的活動 好,那現在的問題是說 骨骼肌呢,是配合骨骼活動 骨骼的活動有時候呢,我們需要它在第一時間上反射動作 我覺得它在很短的時間之內這個動作就會發生 所以,以收縮的速度來講 這個表格上有的,簡單寫一下 以收縮的速度來說的話,骨骼肌是最快的 那最慢的是誰?最慢的就是平滑肌 你看那個殘位的蠕動 殘位的蠕動事實上不用要求很高的效率 你看齁,好,那但是呢 有人是講說平滑肌的收縮的力 力量比較強一點,它可以長時間緊繃 可是,那怎麼定義呢? 好,就除非你去看它的實測 實測它的站立這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先不談 有人是這樣提的,就是平滑肌收縮最有力的 好,但另外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是 雖然骨骼肌收縮速度最快 但是呢,它的持續 收縮可以持續的時間是最短的 這其實很容易證明 就是,你現在右手假設很忙 左手你就開始用最大的力量握拳 就這樣一直握到那個下課就好了 那你看你手會有什麼感覺 就是那個感覺 骨骼肌完全不適合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說說啊,你不要真的做 那個,有一些報告雜誌是不是在報導 那個什麼新兵被操練 然後什麼恆文記憶溶解 然後不小心修課掛點了,有沒有 然後那個某某學校白木老師 然後把那學生拿來處罰 然後搞到那個恆文記憶溶解 然後就躺著,然後送出校門租之類的 所以骨骼肌當它在持續性的收縮的時候 那個肌肉細胞可能會因為代謝菲物的累積 比如說像乳酸等等 然後那個肌肉細胞可能就溶解 那這樣感覺上只是肌肉組織受損 問題不是這樣 因為接下來那個肌肉細胞受損之後呢 你會有一些融出物 這些融出物呢 如果是大量產生的時候 下一個倒霉鬼就是腎臟 所以可能還會連帶著腎臟就受到影響 所以可能這陣子彈得出去就這樣子 好 所以它只適合做短時間的收縮 它需要有那個復原的時間 那拼花器就不是喔 拼花器就是真的 本來就是用來設計長時間頸座 那主動有沒有 你去感受一下那個食道有沒有 吞的東西 感受到那個食物慢慢的推下去 對不對 它就適合這樣的操作動作 那所以心肌的收縮的速度是屬於中等的對不對 然後持續時間也是中等的 所以你看心臟如果一分鐘跳七十下 比較正常 對不對 八十下還好 九十下 運動之後你就不會覺得什麼特別問題 一百下 運動之後你會覺得還可以接受 對不對 你現在坐在這個地方 心跳突然飄到一百六一百三 你去想像一下那個可怕的情況 那你坐在這邊一口氣 就是沒事啦 你現在屬於身體是休息狀態 心臟飄到一百四 對不對 平均水準的兩倍 這還得了 搞不好等一下那個心臟就錯平了 好 所以心臟也是不適合那個太平 收縮速率太快 好 分部部位應該沒問題 骨骼器是配合骨骼 產生運動的 心系是引起心活的 對不對 拼花器呢 拼花器一般來說的話 是除了心臟以外很多內臟都有 可是也有很多內臟是 沒有肌肉的 對不對 比如說什麼 沒有肌肉的 肺本身 氣管有 對不對 氣管是有 可是肺本身 肺泡表面那邊是沒有的 對不對 然後像肝臟也不需要 對不對 然後像腎臟 你不要談血管那個問題的話 就是說它的主要的組織當中 比較沒有這個內臟的 當然因為 所有的內臟都會出現那個血管 那血管本身就有平滑器 好嗎 所以其他的你能背就背一背了 還有 是 這招 bored 很很像 我們來吃 好,特別再把圖畫一次 其實講印象那個圖也大概都還算清晰 可是這個圖你一定要會認 組織這個地方不外乎 你談組織一個就是觀察 所以你要知道那個細胞的心態 所以會看很重要 這是跟我們以前看植物的部分也是一樣 那個植物的構造 我們現在已經深入到植物組織 以前那樣植物器官 所以你要會認那個構造很重要 所以那個細胞到底是什麼形態 有什麼樣的基本特徵是要會認 就像那個軟骨硬骨這麼有特色的 你一定要知道 要會認,那接下來就功能 功能就是老實講也沒有什麼訣竅 就是看你的如何去有效記憶這樣子 好,所以最後一個就是神經組織的部分 神經組織的組成的細胞 概括就是分成兩個基本的類型 那一般來說 我們通常在介紹神經組織的時候 都會用這個部位的神經細胞 關鍵 中文字幕——YK 好,第一个特性是,神经组织是我们身体的组织当中,比较不去跟皮末、结地、肌肉,在形成器官的时候去分层次性,血管就很明显,血管里面的内皮是皮末,中间肌肉层平滑器是肌肉组织,外面是结地组织,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个血管,它就用了三种组织,而且刚好形成三个层次,这当中缺了谁?就是神经。 可是,如果今天这个动脉的话,请问,动脉要不要收缩,可不可以收到神经系统的调节? 可以吗?因为,治愈神经,治愈神经可以传达性质到动脉,然后可以引起动脉的动作,加强收缩力,对不对? 所以,神经的特性是说,我来控制你,所以当你要形成某一个器官的构造的时候,我不用去跟你形成那个层次性。 可以理解吗?所以,这地方比较特别,所以神经组织自己建构出一个什么? 神经组织自己建构出神经系统,所以它其实讨论上是可以跳过器官的,这个跟那个植物盘系统很像,所以我可以直接从组织跳到神经系统在那里。 神经组织当中,就用这两种细胞,第一个呢,是神经元,叫神经细胞也对,不过这时大家已经用习惯了。 第二个呢,会用到的细胞叫做神经,神经叫细胞。 神经元的主要功能是在传递讯息,然后神经胶细胞它是协助神经元完成讯息的传递,跟维持它的这个功能。 大概就是这样的角色分配,可是这个其实只是一个概括的分类,其实神经元还有很多变化的形式,神经胶细胞也有很多变化的形式。 我们现在所画的这个细胞一定要记得,这只是各种类型的神经元当中的运动神经元,因为大部分教科书都拿这个来当作介绍的对象。 所以,你现在在这张图上面所看到的很多特征,不代表所有的神经元或神经教细胞,通通都是只有这样的一个用途。 所以这是一个要特别留意的。 那等一下再来谈那个细节的部分。 所以神经主持基本上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先从神经元这个部分来看。 它的最大的特色是它的细胞膜,有利用细胞骨架,然后把细胞膜往外撑出去。 撑出去的这些突起构造呢,我们称之为它含有,先看细胞表面。 这是细胞本体。所以神经元呢,它从细胞本体,利用细胞骨架把细胞膜撑出去,撑出去之后呢,形成了神经突起物。 那你也可以把它,因为它是丝状的,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叫做神经。 纤维,然后再把这些神经纤维呢,分成两个类别。 依功能来说,这些比较短的,数量比较多的。 这个是神经纤维的其中一种,称为叫做速度。 它代表的是,这个地方是讯号的输入端。 为什么是输入端,等下再来解释。 然后,事实上,细胞本体。 细胞本体这地方,也可以是当做输入端。 那我们现在是纯粹谈那个神经突起,所以分一功能,分成两个。 速度跟,比较长的这条,它称为叫做轴图。 那轴图代表的是输出端。 以运动神经元来说的话,刚刚好,输入端有好多条,都是短的。 输出端只有一条,那特别长的。 纯粥运动神经元来说,是这个样子。 那等下,我们把一个东西补进来,然后再看那个问题。 所以,神经胶细胞怎么去跟神经元合作? 这就先讲一下。 一般来说的话,当神经纤维比较长的时候, 它很有可能就需要一个特别的需求。 就是那个纤维呢,需要用细胞把它包起来。 做什么呢? 做神经胶细胞,可以功能上协助嘛。 刚刚讲的协助。 这协助的部分呢,可能像什么? 比如说,这个形式是在做绝缘。 就像变线的绝缘体一样。 当然你也可以扩大解释,这个有点像是在做保护。 这样的说法也可以被接受。 那万一纤维受损呢,它还要帮忙做修复。 然后,神经系统里面有时候会利用这种, 某一种神经胶细胞来去做防御。 所以那个协助,其实概念上可以衍生出很多的变化类型。 那不同的功能,可能就需要不同类型的神经胶细胞。 那事实上,我们整个神经系统当中不同的位置, 可能也会用到不同的神经元。 好,所以先跳一下,因为我们要先拿神经系统来, 当作对比,比较能够看得出神经元为什么要这样子设计。 因为讯号的传达里面,当刺激发生的时候, 那你可以透过, 当刺激发生的时候,你可以透过受气接收讯息。 对吧? 可是受气接收讯息之后呢, 一般来说,通常如果是神经系统的话呢, 我就透过一个叫做感觉。 神经元的,然后把这个讯息往回传。 传给谁? 通常是传给联络神经。 好,如果这地方是脊髓的话。 好,所以脊髓的联络神经会有点像这样子。 所以传给联络神经去做讯息的整合。 判断。 然后,接下来再决定, 看看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那决定要怎么做之后呢, 交给 运动神经元去处理。 那,运动神经元呢, 它就会去接 动气。 所以明先讲, 动气大概至少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讨论。 一个是肌肉, 另外一个可能是现体。 好,点点。 所以在一个讯息架构当中呢, 我们神经系统的设计是希望呢, 你现在,就是讯号的发生。 这是一个调节的过程。 这个调节呢, 我们希望, 就是从接受刺激开始, 到引发反应。 我们希望这个讯号的传递呢, 都是固定是单向的。 OK, 那,问题是在于这个讯号的传递呢, 就神经系统来讲, 一般不太可能只用了一个神经元就搞定。 好,大部分的讯息的传导呢, 至少都要三个神经元以上的合作。 好,所以, 感觉神经元它的定义就是, 它负责接受器, 那所以也就是它负责把那个刺激, 的类别、来源、位置, 然后传回来。 那,联络神经元就是负责做整合, 那运动神经元就是引发反应, 那所以看它要是刺激动气的肌肉, 还是腺体这样子。 所以一个讯息的团定的合作, 那就要动到三种神经元, 感觉联络运动, 就是比较基本的, 复杂的就再说。 可是, 一个是神经元要接, OK啊, 所以神经元要接, 所以我怎么去设计那个接的方式,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还有下一个神经元, 就显示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下一个神经元, 所以下一个神经元这边呢, 它就会利用它的细胞表面或素途, 去跟前一个神经元的轴土, 即将结束的末梢去做结合, 对不对? 那以前有讲过, 这地方就是所谓的, 图处, 所以两个神经元之间接的地方就是图处, 那图处这个地方呢, 它必须要做到一个功能, 就是, 现在呢, 讯号, 从感觉传到联络, 从联络传到运动, 可以, 但如果你想要颠倒回来传, 不行, 颠倒回来传, 不行, 所以这个设计的方法就是, 我们利用轴土末梢这个地方, 图处, 这个地方第一个, 包括轴土末梢, 那轴土末梢呢, 这边的功能是可以, 释放神经传导物质, 因为它可以释放化学固质, 所以它是输出端, 然后接下来, 我们的身体里面呢, 神经元跟神经元之间是不直接接触的, 所以图处这个地方, 它会包括两个神经元之间的间隙, 那这间隙很窄, 然后, 可是, 神经冲动传不过去, 所以第三个呢, 就是, 接下来就是要准备应付下一个神经元, 要帮忙把讯号再传递下去, 下一个这个地方呢, 你只有树土或细胞体, 所以树土或细胞体的重要性在于, 这些地方, 它会具有, 稍微几个字哦, 它会具有受体, 神经传导物质的受体, 用来接收讯息, 所以为什么它是接收官, 就是我们看法里面, 这边的西方某附近有受体, 可以接受神经传导物质, 所以它只有接收的能力, 它没有释放化学物质的能力, 那轴土的末端有释放的能力, 但它没有接收的能力, 所以这样的设计呢, 我们是利用图处这个接触面的地方, 保证讯息只会从前一个神经元, 传到下一个神经元, 你要逆着传回来, 就传不回去了, 这是用来控制那个讯号传递单向的关键, 所以, 速度跟轴土, 那个概念上, 功能上的差别, 主要是在这里, 这样, OK, 所以, 接下来的问题在于, 那, 神经纤维为什么需要很长, 因为有时候的情况是这样子, 比如说, 到达我们手部这边的肌肉的神经元, 它们的轴土, 几乎都要路过那个手, 因为手这边有那么多组肌肉, 不太可能只用一个神经元, 一定要用到好多个神经元, 可是这些神经元呢, 基本上因为手是靠由脑部的运动区, 来发出指令控制, 那你从脑到这个地方, 你可能要先经过脑干, 经过脊椎, 脖子这一段, 然后接下来呢, 从肩膀这个附近出去之后, 然后到达手, 那既然这样的话, 它们通通都要路过手臂的这段, 不如呢, 我们就把这些神经元的很长的轴土, 通通都把它捆成一捆, 好, 所以, 滚成一捆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问题了, 我现在呢, 有很多条小电线, 然后呢, 这条小电线呢, 这些小电线呢, 被捆, 被捆成一捆, OK, 所以这个, 捆成一捆的那个, 大阻的电线就叫做神经, 然后里面呢, 里面就是神经纤维, 可是因为, 我现在呢, 让一二三四五, 我现在这五条小电线, 可以到最后, 到达手部不同的肌肉, 那我这不同部位的肌肉可以分开动作, 不一定要全部同时动作, 对不对? 所以, 某一条小电线在作用的时候, 隔壁的电线不一定要动作, 那片片不幸的是, 因为神经纤维上面的神经冲动, 它是细胞膜表面电解质流动的现象, 对不对? 所以, 如果现在一号的神经纤维表面开始发生电解质的流动, 然后呢, 二号的这条神经纤维跟它紧紧靠在一起, 那请问, 它的电解质流动有没有可能会干扰到二号? 有, 可是我们不希望它发生, 所以, 最好的办法就是, 把每一条小电线做绝缘, 把适当的细胞抹区域拋起来, 没有全部, 所以, 神经交细胞的用途之一, 就是用来形成绝缘, 好, 所以你现在所看到的, 这一个一节一节的, 它就是用神经交细胞做出来的构造, 叫随壳, 好, 它的功能就是用来做绝缘, 那, 这当中要兼顾两个问题, 我希望把细胞膜包住, 让部分的地方细胞膜, 不会受到外在的严重干扰, 但是, 我又要保留一部分的细胞膜暴露出来, 因为这个地方, 它才可以发生电解质的流动, 这是很难, 也有细节可以再补充一下, 那所以, 折动之下的结果就是, 随壳通常不会连续出现, 好, 两个随壳, 每一个随壳, 就要用到一个神经交细胞, 好, 每一个随壳, 就要用到一个神经交细胞, 两个随壳之间呢, 我就保留一点小小的空气, 好, 这是我们神经系统的特殊设计, 这个小小的空气呢, 我们把它称为蓝色节或蓝色节, 翻译的问题而已, 好, 所以到时候, 像这种有被随壳包住的神经纤维, 那只有蓝色节这个地方, 好, 这里可以产生, 这里才可以产生神经冲动, 好, 空间不够, 再加一个箭头, 好, 好, 那, 它的神经冲动呢, 会隔着这个蓝色节跳到下一个蓝色节, 再跳到下一个蓝色节, 所以会产生跳要式传导的现象, 那这个只有在有随壳的时候才会发生这个问题, 像这种短的, 短的纤维一般就不会需要用到随壳, 因为你这个地方跟很多神经元可能会同时接触, 所以它就不需要这个构造, 所以有随壳的通常就是只有长的纤维才需要, 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 那神经元到底需要多少种类型, 以通过积水的这个讯号的架构来说的话呢, 你看,感觉神经元就很特别, 这是它的感觉神经元细胞体, 然后呢, 它这边一条束缚一条走缚, 所以像感觉神经元呢, 一般来讲, 只有两个凸起, 我们就把它叫双集神经元, 然后像很多联络神经元跟运动神经元, 它的细胞分体表面有很多凸起物的, 那这种我们就把它叫多集, 神经元, 这是外形上的差别, 然后另外还有一种, 就要特别讲一下, 有一些神经元甚至于可以这样子, 细胞表面一个凸起, 然后呢, 再形成分叉, 那这种的话, 就是所谓的单集神经元, 再来, 束缚不一定要短, 轴缚也不一定要长, 因为像有一些联络神经元, 我们讲说像脑的话, 脑就很明显, 有一些神经元呢, 它的凸起物乱到, 你都没有办法去认诸, 那到底谁是束缚还是走缚的, 可能全部都很短的, 所以到底谁是束缚, 谁是走缚, 直接测, 会比较准一点, 所以它不只是多集, 它的束缚, 走缚都可以很短, 那你看感觉神经元, 束缚也很长, 走缚也很长, 像它就需要, 这边也做绝缘, 然后这边也做绝缘, 所以长短数量都在可变化的范围, 这不是绝对的, 你不要被那个运动神经元的概念给绑死, 那是介绍用的, 它不足以代表整个神经系统当中, 所有会用到的细胞在一起, 这样,ok吗? 好,好, 这就是神经组织, 解决了, 下禮拜, 讲话做哟,